那谁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呀 那我现在 我说啥你都不信我 我给你解释了 你还是不信我 而且她刚刚说的话 你听出来没 她就是在挑拨我们的关系 你还在维护她 那我现在不也 不怎么联系她了吗 说啥你都不信我 真的无语了 这个女闺蜜是向你表白过吗 那都好早 那这个女孩有男朋友吗 她这中间她也找过男朋友 现在其实有没有呗 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了 到底有没有 这闺蜜嘛 好朋友怎么会 连这个都不知道呢 现在没怎么联系过的呀 我万一有联系 她又生气了 所以女生很在意 男生的这个女闺蜜对吧 对 我很在意 因为她做得比较过分 而且她让我相信她 我也不知道怎么相信她 什么事情 你都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 你根本都不顾及我的感受 而且你对我脾气 越来越暴躁了 你就真的是暴躁到 直接摔我的手机 暴躁到对我大吼大叫的 那我摔手机 不还是因为你吗 那我跟你说的话 你半天你都不理我 你就知道在那玩手机 那我能不生气吗 你又不是第一次不理我了 你基本上每天都这样 那我为什么不理你 因为当时是 我给你发消息 然后你没有回我呀 当时我知道你在工作 但我知道那个工作不是很忙 然后你没有回我 我也有小脾气呀 那我也不回你 就这样这么简单 你就摔手机吗 那既然是工作 那都有忙的时候 又不是说所有的工作都不忙 那我不是忙了之后 我第一时间就回你消息了吗 我给你发消息你不回你 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甚至我跑去找你了 你还在那玩手机 根本都不管我 你又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以前我跟你说话 不管你干什么 没有干什么 我跟你说你都不理我 我是没理你 我那就是个别说我没理你 那为啥呀 因为大家都在一起习惯了嘛 平时都有自己的事情做 就比较专注嘛 比如说在刷剧了什么的 就很专注 没有注意到而已呀 好 好 然后呢 你就把他手机摔了 对 然后这事怎么过去的呢 没过去啊 那他也不听我说呀 我本来就是想着回去 跟他认个错嘛 我没理他 我知道他生气了 然后我就找他 跟他认错嘛 结果他就一直不理我 弄得我脾气也越来越不好了 而且他经常性的这样不理我 这个人他都有脾气吧 你是有脾气 你脾气也太大了吧 你对待事情处理方式 就是很幼稚 很极端 不就觉得他就根本 就没有那么在乎嘛 行 这件事我们也听明白了 我要是不在乎你 我站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之前有那么多难过 那么多委屈 就是心里那个坎 还只是个坎 说不定还能过去 但是现在呢 现在你不但不对我那么 像以前那么温柔了 你现在还变得越来越暴躁 而且你现在又跟我说 你要出去工作了 去外地工作 你要离开我了 如果你去外地 咱们三五年的异地恋是吧 那中间发生点什么 谁说得准呢 那又不是三五年永远见不着了 而且我也没有说要去啊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的吗 我家里那边也说我好久了呀 我一直都没跟他们说 我现在我要 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也很迷茫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呀 你根本不是在跟我商量好吗 你就是在通知我 我跟你说了那么大一堆 就是不想让你去的理由 你就拿一大堆 你去是合适的 是更好的选择 跟我洗脑 那我不是什么都跟你说吗 我也没说决定一定要去呀 我也没有跟你回来 就跟你说 那我现在就要去了 我要是不是为了你 我也不会买房子了呀 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现在就要去给你了 我现在就要去给你了 谢谢大家